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一条小狗 忽然小狗没了 忽然小狗又有了 这条狗是孝尖犬吧 神出鬼没的 刘邦和弟兄们逃到了山里 放走壮丁的时候 注意看后面 对 这货不是马 也不是驴 是一辆车 这是向你追来了吗 看来楚汉传奇果然是大头子 不过小心别闯黄灯哦 鱼姬一个潇洒地转身 策马离去 不过岸边本来有只木桶 镜头一转 却没了 难怪曾有一历史典故 鱼姬小的时候 她的妈妈在她背上深深地刺了四个大字 见了别人的东西 就要拿 面对即将逼近的官兵 只见向梁手起刀落 此人流血身亡 但仔细看 血就像从水管里直接喷出来似的 这场面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段台词 蠢货 不是这段 应该是 他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说啥不让我们俩扬笔 说这事要不打赢就把我们的王八老鼠拿一根放血 沧海君为了讨好他的心上人 表演基石神功 只见他一招下去 石块粉碎 他的心上人忍不住夸赞 哎呀 哥哥 人家好崇拜你呀 不过 慢放的话 你会发现 此片是号称两翼的大纸作 所以开头就不负众望 青黄进攻时 那是绝对的大场面 但这个镜头和新三国中司马懿进攻时是一样的 并且在第五集中 也有镜头是直接用了新三国里面的 高岛 镜头都懒得拍了 您的两翼投资是韩币吧 卖兜挑出咱们六处穿帮 海盗也哭了三天 竟有这一等事 我建议咱们放弃楚汉战争 联合收拾卖兜 必 必须的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谁要变谁就是不要脸 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 又到那山